大家參加2020年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我們首先進行的是大會演講 我們邀請台灣科技法學會 由上次理事長擔任主持 本場次的獎題為 Digital Innovation, Governance and Inclusion 數位創新、治理與包容 我們很榮幸邀請行政院 唐鳳政務委員擔任主獎人 今天我們很高興能力 與劉理事長以及唐鳳政務委員其第一堂 現在讓我們將時間招給劉理事長 各位早安 各位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 我們民政院唐鳳政務委員來做第一場開場 這次我們開辦二次年來 第一次還沒有開幕以前 就請惠靈以前演講 我們今天唐鳳政務委是為傳奇心的人物 他自己是自由軟體的城市設計師 他從14歲開始就在家資訊 他擔任過非常多重要公司的顧問 比如說銀子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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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個創業家 他創造了資訊的公司 也創造了奧爾网公司 他在2014年到2015年 擔任政院的網路事件 虛擬事件 法規調試計畫的負責 接下來在2016年 正式擔任35歲就擔任責任 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 最年輕的政務委員 他在行政院的顧問期間 就跟巴黎的市政府 跟法國的外交部 還有法國的經濟財政部 做網路治理的聯繫 在擔任政務委期間 多次以參加機器人的視訊直播 還有通過網路的設計 代表中華民國參加 聯合國在歐洲總部的 網路治理的會議 那中華民國在全世界 被人家看到 我們非常驕傲 有這樣的一位政委 政委除了創新以外 他非常重視永續 他曾經說過 我們今天所做的認可決定 都不能夠以犧牲 我們後代作為代價 那麼2019年 美國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 一部非常有影響力的期刊 把政委選為 2019年全世界 百大思想家之一 Global Thinker 那麼政委本身呢 各位可以知道 在疫情期間 我們臺灣呢 有一個傲視全世界的事情發生 就是我們的口罩地府 那麼除了這個以外呢 政委平常在所有的地方 包括政府裡面呢 我們的導師溝通啊 都非常成功 是我們的表範跟凱諾 今天的政委的演講呢 也非常特別啊 他不是現場準備好的題目 他的題目 大體呢 是Digital Innovation Governance and Inclusion 就是 今天非常特殊 我們非常感謝 政委呢 有這個機會 讓大家很多接觸 那麼 也因為政委呢 在9點30的要派 新增運任務會議 所以我們必須在9點20的時候 結束 所以各位請各位把握時間 那我們再次歡迎唐貓唐責偉 參加我們今天的演講 現在到嗎 現在到 非常好 聲音非常地清楚 謝謝主持人 那教育同主持人 我們現在在引路上有個QR Code 那如果連不到這個QR Code的話 那也可以手動的輸入網站 slido.com slido.com 然後輸入00123 也是可以的 那警號不能輸入 不管是QR Code 還是slido.com 0123 或者進入一個不停的聊天室 那這個聊天室有兩個特點 一個是說它可以按讚 按讚的數量越多的想法 或者問題等等 就會浮在這個螢幕的上方 如果有人已經進去的話 可以先試著打個招呼看看 那另外一個特點就是說 它的最新的問題會跑在這個螢幕的下方 所以在接下來大概30分鐘的時間裡面 我講什麼完全是由各位所決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已經有一位命名的朋友 已經說嗨 那也已經有一位朋友按讚了 那然後有三位朋友按讚了 那大家好 那所以像這樣子我就會說 已經有四位朋友說嗨 那我就跟大家打招呼說嗨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問題消掉 大概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大家也可以預測說 那下一個我會回答問題是什麼呢 等等有點像俄羅斯方塊 就是下一個方塊會掉下來的情況 然後它的快速會一直放在這個螢幕的左上角 那所以我就會在前幾個問題回答的時候 主要還是把這個螢幕停在上面 然後接下來才會期望看到我的簡報 或者如果沒有簡報的事 然後我們就是直接用我的攝影機 來當作螢幕上面的內容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時間跟空間結構 大家如果OK的話 也都掃到Code的話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 那有六位朋友們想要問說一個Alyssa 這位她也可以是代碼 不一定要是匿名 Alyssa這位朋友的問題說 如何適當運用或者是拿捏數位創新 治理跟包容的一個界線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確實就是當我們在說數位的科技 它是用來連結人跟人 那以前的資通訊比較是連結機器跟機器的時候 那自然就會有一個界線出現 就是哪些人是我們願意連結的 哪些人我們是覺得說不定不連結的比較好的 這個是全世界都在討論的一個題目 好比像GDPR在歐盟 他們認為說 只有對於隱私跟個人資料保護 到達一個程度的朋友 我們才願意去把我們的個人資料 連結到他們的處理的地方運算的架構啊 或者是發布的架構啊上面 那這個呢就是以人權作為一個界線 那當然在有些比較資本主義導向的一些 他們的想法是說 那你至少要尊重 好比像說專利權或者是營業秘密 那如果你不尊重專利權或營業秘密的話 那這個王岐網路呢 我們就也不是很歡迎連連過來啊 那所以就是每一個不同的player 在王岐網路上面都有一個不同的想法 那這些想法呢 都是基於我們最基本的王岐網路的核心 叫做end to end principle 就是只要雙方端點就覺得彼此之間是可以互相同意的 那中間的這個連線層呢 以王岐網路的架構來講 是幾乎沒有辦法對兩個端點做什麼的啊 那所以這個呢 我覺得才是真正意義上面的界線 就是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 端點到端間的創新的這件事情 它是王岐網路的核心 我們不能夠因為意識之間 大家覺得說哪一個價值在現在比較重要 或者在接下來比較重要 我們就推回到這個王岐網路的網境這個核心 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特別是以台灣來講 我們每一次在進行創新的時候 我們都要問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是借用這個蔡英文總統在第一任就職演說說的話 就是說我們可以怎麼樣子去把兩個價值中間的對決 比像說經濟發展在一邊而環境保護在一邊 或者是說這個所謂的破壞式 要亂式的創新在一邊 而社會的公益在另外一邊 那可以怎麼樣把這樣子兩個價值中間的對決 透過一系列的方法 讓它變成不同價值 多元價值中間的對話 那這個我覺得才是 Tishto Inclusion在台灣的一個特色 因為在台灣我們的社會部門 經濟部門治理部門 差不多就是一樣強 然後正當性也彼此比較類似 所以每次我們碰到一個新興的一個科技 這是那個海盜檔 就是捷克的那一位 在我們這邊參觀的時候 在彈達這種續發展目標 就是在這些共同的目標之下 對於每一個新的技術出現的時候 我們一起來探索說像這樣子一種無人車的技術 在它的就是速度比較慢 然後造成的安全的風險也可控的情況下 整個社會一起來討論說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我們是可以接受的 比方說它如果現任讓座 對然後勞弱婦孺 這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是以它本來剛發明的那個狀況 就是說只讓小孩子其他人都不理它等等 這個就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 non-first approach 就是先讓社會對於一個新的技術出現的時候 一起來探討說怎麼樣co-domestic 怎麼樣跟它互相彼此循環 那我覺得這個界線是會在一起找出來的 並不是三個部門裡面哪一個自己說了算 這個是大概一個 因為時間有限的 所以就是比較blog brush 比較粗淺的一個回答 那有11位朋友們想要詢問說 在近期的科技創新裡面 有個概念叫做human right by design 認為說在設計科技創新的一開始 就應該先考量人權保護 因為你事後加上去的時候 不免怪異而漏不萬 那像這樣子的想法呢 當然是需要除了科技以外 不同領域的人才加入來討論 像請問說我在政府治理的經驗裡面 有沒有相關的經驗而討 創新去做為治理的做法 事先如何可以盡可能通盤考量人權保護 或者有沒有侵害其他人民的法律上面的權利 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這裡面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所謂的支出這件事情 就像剛才大家看到的 在我的辦公室 剛剛那個地方是兩岸路3段99號 幾乎像是一個公園 那邊我們經常都有這些新的科技創新 好像是一個體驗場 或者一個沙盒 一個assemble 那樣的感覺 然後讓大家實際來看到這件事情的存在 但是它也還沒有roll out 沒有變成說 就是全國通用的一個創新 也就是說在一個風險很可控的情況之下 大家比較能夠就事論事的 在一致的實體的經驗裡面 比較知道說彼此在講的事情 同樣的詞 它是指涉到同樣的一件事情 那不同領域的人才在這樣子體驗之後 我覺得它的討論是比較有實質的意義的 那舉實際的例子來講 好比像說我們在2015年 我們就有引進一個AI討論的系統 叫做Police 那這個系統它的基本的想法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每一次我們有任何新的概念出現的時候 大家總是去想對決的那個部分 那UberX當時就是在到底是不是 就是共享經濟上面在整個社會掀起了一個波瀾 有些人認為說 它只要能夠更好的使用道路就是共享經濟 但有一些人認為說它根本沒有共成 根本不值得叫做共享經濟 只能叫平台經濟等等 但是當我們在這種抽象概念裡面討論的時候 就比較難話語的 聽得懂彼此在做什麼 所以當時我們的做法 就是說我們挑一個非常具體的一個個案的案例 話比像說一個人他就是上下班兩趟 但是他就是中間會繞路去再陌生人 而他本身又沒有職業驕照 而且又為這些陌生人提供服務並且收錢 那這樣子的共享一天兩次 一路到一天二十次 那實際上都是存在的 所以我們問大家的是那你覺得如何 所以問的是我覺得 每個人的發言是用我覺得開頭 那這樣子就比較容易促成不同領域人才的討論 也比較容易說那不會犧牲掉特定朋友的權利 那我們現在當然polis.gov.tw 已經是我們公務門的網站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這種透過AI或是把它叫 assisted intelligence 輔助式的輔助式的intelligence 這樣子的想法 能夠讓大家一下子就從我們的搜集到的基本的資料 事實性的部分 有三個星期左右的時間來討論感受信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再把利害關係人 不同領域的朋友們邀請過來說 那大家提出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 我們可能會被不利的影響到 比想說如果在後座的乘客 還沒有保險的權利的話 那顯然是對他不利 還有很多的論點在當時 但是因為這個AI的討論區裡面 它不像Facebook 它不像臉書 臉書是有一個回應的按鈕 你按的時候還會自動帶出對方的女兵子 所以就很多討論 就是中文打臉 很少打輸 但是我們這邊因為沒有一個回應的按鈕可按 大家是對於彼此的感受 我覺得在後座的乘客保險很重要等等 同意或不同意 那你每次只要同意 那你的這個Avatar 這個是藍圈圈 就往同意的人這邊多一點 如果你不同意 它就是往不同意的人多一點 那這些還是你的清晃好用 你覺得說並沒有說好像就是變成是互相攻擊 互相出征 這樣子的狀況 而且每一次我們經過這樣子的討論的時候 因為這個問題問的是事先如何盡可能通盤考量 所以我們就是任何人他只要有好的概念 這個概念被垮不同的 剛剛的這些意見的從擊的朋友都統一的話 那這個就會變成我們的agenda 變成我們的多方利害關係討論的議程 而是我們事先承諾說只用這個來當作議程 之後的向山之景向韓之景 台美彭義松 或者是我們的台美數位對話等等 都是用這樣子的想法 就是說當然也許還是有5%的大家的感受 是難以緩解的就是各指一詞了 但是我們運用所謂的重疊式的共識 OLED的Consensus這樣的想法 在具體的個案上其實絕大部分的時候 絕大部分的朋友可以在不同的立場裡面 去收斂到共同的價值 那這個共同的價值才是通盤考量的一個基礎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說即使是有這樣子的討論 那Uber也就是現在已經Qtaxi了 已經是一個在地的公司 那還有Line taxi等等競爭者出現的時候 但是我們隨時大家只要任意 都可以到我們的Join平台 Join.gov.tw來提案 來進行一個就是持續的討論 所以這並不是一次性的 好像這樣的討論完球去到一個共識 我們也了解到說 當它出了知識沙盒 到整個社會上的時候 整個社會又會慢慢的一個不同的看法 就是任何社會只要有5000人的連署 我們就可以重新啟動一次這樣子的討論 所以它是一個滾動式檢討 雖然這五個字用了很多 但是它真正是滾動式的檢討 那有14位才能夠問說 數位治理跟隱私權保護之間 似乎存有某種衝突的關係 例如像說全新的守身分證 或者是健保資料庫 都要搜集多數民眾的資料 想請問這個唐政委對自由和看法 創新治理從行政的角度來看 怎麼樣在既有的法律規定 跟司法體系裡面 找到有說服力的這樣一個論述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們在防疫的時候 我們在就是沒有短度 對於資料搜集 因為這邊提到搜集多數民眾資料 資料搜集有一個heuristic 就是有一個簡單的準則 就是我們不應該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搜集我們在疫情前沒有搜集的資料 到中原政府裡面 那當然這個概念在實作的時候 它有很多具體的做法 到比像說我們就是盡可能用 連續慢性儲商機間的那種體驗 在藥局 那接下來當然是在便利商店 來進行口罩的搭檔 便利商店那邊 跟在便利商店叫地價稅用的是一樣的體驗 又或者是說 把所謂的電子圍禮的這個系統 如果你沒有去這個防疫旅館的話 而是在家裡檢疫的話 那同樣的它重新運用了 就是各大電信 本來就已經有的用手機的大致的就是 訊號強度來定位可能只有到50米左右的解析度 那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也就是不蒐集額外的資訊 而且它的處理也還是在同樣的處理症 在手上的情況下 運用我們本來就已經有的像地震 或者海風等等的這種簡訊的通知的方法 在上面去通知就是在地的 就是可能你幹事等等朋友 如果你的手機不小心關機 或者是哪個訊號離開了 這個電子圍禮的範圍的話等等 那所以這些都是創新的資料的利用 但是它盡可能在搜集段不增加搜集 它在處理段還是在本來處理的人手上處理 那這個securistic 意思就是說並不是每一個細節 都一定長成這個樣子 但是這個是我們在衡量各種不同可能方案 好比像說當時口罩使命制的時候 其實第一個方案是 大家都必須用記名的悠遊卡 或者信封職諾避露到便利商店 來市民購買口罩 那這個就會造成本來沒有搜集資料 或者沒有處理資料 因此得到更多的可以搜集運用的資料 那這個我們覺得是比較危險的 所以後來回報監管它的這條體系 那當然就是這裡面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up-end 那好比像說像全新的數位身份證 其實數位身份證裡面數位的部分確實是新的 那身份證的部分當然是舊的 那舊的就是本來這個值等身份證 因為它當年十幾年前的防衛 其實只保護十年 所以這個防衛其實已經過期了 那所以我們當然要在防衛上面去加強 那些很多朋友的問題是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只要一個防衛加強過的身份證 但是我其實不想要用它數位的部分 那這部分我們是在正面 是就是平常的身份證 但是它的背面 它的背面就是數位的部分 那所以各位可能也已經知道 就是我們已經遇到結束 而且已經蠻確定的 國民身份證及庫文部各式內容 只是它上面像建制管理辦法裡面 有一個特別就是我畫線出來的地方說 各個機關購或者民間的朋友 執行業務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正面的這個資料 就已經足以辨識真偉或個人身份 在任何情況之下 不可以強制要求 讀取後面的晶片 或者是機錄碼或者是卡片序號 簡單來講也就是說 如果就是不提供者 他想要提供 就是讓他朋友說名字很難寫 或者是說像我的名字是只有一個字 那我用這個很多光學的方法 掃描我的身份證正面的時候 在我辦那個LinePay的時候 他就把我的名字識別成唐鳳凰 這個叫做AI BIOS 因為他所有的training都是三個字在做居多 所以他中間就是明明沒有字的地方 他幻想出一個字來 那或者像以前原住民族朋友 他很容易就是登記的時候 拼錯字 被拼錯字等等 那這些情況之下 那如果這個服務提供者提供 另外一個就是數位讀訣介面的話 他可以提供 但是任何時候 如果你拿個便利貼 把後面的記錄碼、晶片跟序號都貼掉的話 那其實這就是一張成分證 但是沒有數位的成分 而沒有任何人能夠逼迫你 去把這個便利貼撕下來 那所以這個就是他的說服力 我想主要是建立在up-in這個概念上面 就是如果你覺得比較方便、比較有用的話 讓我們盡可能在事實上找出 在自然被引擎保護上面 正面問題的情況 但是無論如何 如果你到最後還是不放心的話 那沒有任何人能夠去逼迫你 來使用數位成分證裡面數位的部分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的論述 如果有想到什麼安關的事情 也非常歡迎在slido上面 繼續來提供 我們都是就是不敢自以為是 大概這些想法也都是跟民間討論出來的 有十六位朋友們問說 法律界的科技應用能力 大體上面是落後於科技業 包含政府單位 例如像說我們的文書系統 我們的財政系統 以及我們的加密系統 那在應用面 成功投入創新的案例也不是很多 當然Loss Note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請問除了薪資之外 軟體業界的朋友會如何比較容易被吸引 來加入我們法律的應用跟創新呢 我想就是像我這種已經不太管薪資的 那就是已經退休的 已經退休的朋友們 大概都不是很care薪資的部分 那大家比較care的其實是social impact 就是它對整個社會能夠造成 怎麼樣良好的一種衝擊力 一種正面的一種衝擊力 所以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我想我們在我們辦公室 就是每年都會辦一個叫做RAID計畫 那這些RAID計畫呢 就是盡可能在一些 我們辦專院上很多是碩士生 就是在他們進入科技業之前 先把他們吸引過來 然後呢幫忙我們公共行政的工作 那一開始呢 其實是第一年的時候 2017年的時候 他們做的事情非常簡單 就是去把每一個公共部門的 就是二、三級機關 中央政府的網站 所有那些只有用微軟的IE 瀏覽器才能用的部分 全部都改成用任何瀏覽器都可以用 那這個呢 並不是因為他們這個 很想要做這種智慧末節的工作 而是因為他們很多人都已經受不了 政府的機關是能用IE很久的 所以我們是像一種 就是不是炒堂吃啊 不是口誤的 是一起進廚房炒堂吃啊 火鍋的 就是說最炒的朋友都要來炒堂吃 那所以呢 當然就是說他們在外面這個說 這個政府落後啊 怎麼樣 那我們就說那你行你來嘛 那你只要稍微改簡 HKM要交到27 我們就保證讓你們的想法 能夠落實到就是機關裡面 我們擔任這個搭橋者的工作 那我們的第二年的體驗 這三十位見習的朋友 做的是啊 讓就是平板能夠用的網站 手機也可以用 而不需要音響捲動 同樣這是非常搭根的一個工作 那但是呢 在前兩屆之後呢 他們在公務員提起裡面呢 他們就開始就是有一個可信度 就是大家相信說這些年輕朋友 不是來鬧的 而是真的帶著禮物來啊 那所以後來呢 我們在第三年的時候 就開始推出改造網站的 這整個六度的過程 那而且呢 我們去說任何朋友啊 就是這些年輕朋友 想要改造的這些網站 我們就盡可能把他們 鎪合到公務機關 那好比像說在第三年 也就是去年我們的見習城 最想要改造的網站 除了那個登山一站式網站 已經改造完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NCC檢舉 特定電視台的這個網站 那不過那是當時的 可說的情況 那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我們都是去媒合 然後讓他去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那當然到了今年 我們就是跟台中市啊 基隆市啊 台北市的聯合醫院啊等等 那包含地方政府的服務體驗 也可以被這些看起來就很歡樂的 好像是就是派對螢幕啊 這些科技業的朋友們 來進行修改 所以我想最主要的還是 你要有一個改變理論 讓他們看到說 他們本來不爽的這些部分 可以怎麼樣子透過他們的貢獻 然後能夠先有Easy Win 就是雖然改變的幅度不大 但是大家都會比較派心 那接下來才能夠比較 所謂Scale Deep 就是去深度地去跟各個不同的 相關的利害關係去進行運作 那只要有這種impact 我想不管是比較年輕的 就是還可以進行階段的 或者是比較資深的 也就是其實早就才無獨立的 那這兩群人啊 都可以被吸引過來進行 現在叫做請英明共創 好 那有14位朋友們問說 社群媒體的演算稿 造成政治光伏兩極 各自強化以及對立 那台灣在多元的包容上面 還可以怎麼樣如本目的 那我想這裡面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 就像馬克羅漢說的 這個不要恨媒體嘛 自己當媒體 那我們的 好比像說Jone平台 Police平台 現在大家在用的Slido平台 這些概念都是很清楚 就是說在什麼方面 不能打臉 只能打輸 因為根本沒有回覆的按鈕可以按 那這些最基本的設計轉折 其實我們也已經 把很多種想法寫到所謂的 政府數位服務指引裡面 有空的話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的提點子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好比像說目前有什麼遠端教學啊 醫療用大麻啊 或者是這個勞動解中小學 應該要放假一天啊 等等的這些事情 那這些呢 當然都是對於具體的法規 命令以及法律的建議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在每一個連署案 除了五千人連署之外 大家都可以彼此提出支持的論點 以及其他的這些想法 但是呢 我們一方面這個199跟3應用 並不是等比例的 也就是說 並不會想要洗版 洗版沒有什麼好處 雙方的版面還是一樣 這個叫評分報道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沒有辦法彼此跨欄去回應 所以就算你不是很同意這個觀點 你也沒有辦法攻擊這個 因為你回應到另外一欄 你也是需要拉票 就跟slido一樣 才能夠回到 這個不會的中整回應裡面 必須要考慮的論點裡面 那所以像這樣子一種空間的設計 我覺得不管是polis 或者slido或者join 都是我們現在跟全世界說台灣 can help 如果大家願意透過這樣的方式說 你在facebook上面的討論 是沒有拘束力的 只有到這些空間的討論 才是有拘束力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一定程度上面的強化多元保留 那只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其實不是政府做的 而是民間做的 例如像說像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在民間像Reader這個媒體 他就是有做什麼呢 有做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事實查核 但是這個事實查核 它是參與時的 意思就是說 當你點入這個事實查核的時候 它其實是各個不同的媒體聯播 那這些朋友們 其實貢獻的朋友 不是只有這些媒體 而且協作的單位 也包含非常多的網友 那這些網友 他是不管是把他們的發音影片 轉成主資稿 驗證他是否正確 標籤他的屬性 然後進行驗證 這個都是類似好像公民教育 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教育是社會部門 對社會部門自己進行的教育 而不是說好像政府作為第二方 那這個公民就是要連任的總統 跟作為國家制品生的總統 他角色衝突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盡可能的讓傳統的媒體 新媒體 這邊也有很多不同的媒體 去幫忙我們的中小學 甚至很多裡面參與當時貢獻的 是中學生或小學生 在裡面我們不是強化他的媒體試讀 因為試讀好像是看電視或聽網絡 而是強化他的媒體素援 英文叫做 competence 而不是 literacy 因為我們理解到 可能每一個人可能在 Instagram 上面 都有一群支持者 就算是支持中文 就是國中文聯繫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每一個人都了解到說 我貢獻一點點時間 可以到這種 pro social media 就讓大家更能夠彼此了解的媒體上 而不是 anti social media 而不是強化跟對立的 極化跟對立的這些媒體上 那這樣子無心之中就可以潛移默化 那這個潛移默化的概念 我覺得我們在全世界也是有分享的 所以包含像 Facebook 最近介面的交易版等等 很多也是他們在當時也要來台灣 然後去學習我們這邊的社區媒體 包含就是 PDT 之類的 我們怎麼樣去進行這方面的 pro social media 的工作 那他們也把它 feedback 到他自己的產品的設計上面 好 那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一向都是要準時結束 所以今天可能只能回答到這邊 那最後的這個問題 我想就留在後面的幾個場次來討論 不過也打個廣告 就是在前兩天 一太方才剛剛推出了 2.0 版的主鏈 那他們終於可以用一個 比較不造成全球暖化溫室效應的方法 比較不燒那麼多電的方法 用權益證明來進行這方面的處理 所以我們終於不需要在社會的創新 跟環境的保護中間 好像有一個功練就是要破壞環境 這樣的一種想法 那也歡迎大家多多了解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 委員的答詢 謝謝大家 今天的時間有限 我們希望下一次有機會 再請同統唐宗偉來到我們現場 來跟大家交流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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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回给师爷 我们谢谢主持人及主讲人带来的精彩内容 谢谢刘理事长以及奉政委员